前几天在我的视频评论区有网友说 本田汽车地球梦发动机就是抄袭丰田汽车的技术 根本不是本田自己的发动机技术 那么今天我们就森巴是本田发动机的来源 先说一下本田发动机有两个世界第一 一个是CVCC发动机 当时引起世界的轰动 响于了世界 就是当初本田CVCC发动机可以不利用空气净化器装置 也就是现在的三星区化就可以达到当时的排放标准 而那是别的任何一个车企必须依靠空气净化器才能够省合 这让世界真正认知了本田的一个技术 第二个是本田的VTECK发动机技术 是世界上首个能同时控制气门开关丝间 以及生成的一款发动机技术 两种不同情况的气门控制系统 这台二者流程自然系发动机的功率 当时是世界上没人能超过的 是世界上第一 一直到十年以后才被法拉利458以一匹的差距超过 所以才有了搭载VTECK技术的本田车 都被称之为买发动机送车 绝对是个包一尺 对本田的一个技术的认可 本田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是这个本田的火星时代 整个世界都有本田的车迷 本田车的驾驶乐趣是非常高的 那么本田车的一个创始人 本田中一郎 1946年 本田中一郎设立了本田技术研究所 这也是后来本田公司的基础所在 本田中一郎有一个小工厂 叫东海经济公司 是专门为丰田研究开发活塞装置的 知道吗 那时候的丰田的活塞装置都得靠本田提供 到了1947年 本田中一郎亲自动手研发成功 研制出了50毫升双缸A型直行车马达 这也是本田公司的第一台发动机 同时这台发动机就是处置本田中一郎之首 本田车向来以发动机的性能著称 最早在1989年 由松哲建一发明了VTiger系统 以及后来升级为AVTiger和地球末发动机 是本田发动机的核心所在 拥有了VTiger技术的发动机 在马力扭矩 可以狂甩同级品牌后几条街 本田发动机从以前的红头发动机 以大马力的高转速吸引了大众的目光 VTiger技术说的简单些 就是通过增加图轮和摇臂的设计 来实现两种不同情况下 气门的开启时间和大小 从而可以满足汽车在不同行驶速度和驾驶环境下的需求 AVTiger可以说成是VTiger的一个升级模式 在细节方面更加完善了 地球梦则是把本田的第五号和高功率发挥到了一个零零尽致 如今的代号K20CC涡轮加发动机 就是搭载在灌道和U21上面的2.0T涡轮加发动机 依然用的是VTiger技术 拥有超高的261匹的马力 所以说本田的发动机纯粹是自主研发的 没有任何问题 你要说到丰田相比 丰田最大的发动机 还是借鉴拿来了雪佛兰和德国的发动机进行反复参解研究安装 然后才有了丰田发动机 说到自主研发啊 本田它要比丰田更加的自主一些 明白了吧 世界上第一台发动机出是哪里啊 大家又回问了 出是德国 第一台发动机是德国人研发出来的 知道吗 所以说所有的车企都在拿德国的发动机就效仿 知道吗 所以说德国的FEV面级共识是非常出名的啊 就像大众网很多品牌都是它的客户端 那么视频间的小伙伴对我说这种用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中研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